女生會聽到關於 奈吉利亞王子 王子 總裁這些東西 他們會有這種 覺得想要撈落去那種感覺 第一個我真的會覺得說 不是撈落去 撈落去 Sorry 我講那個台語 我必須要說我覺得 有望最美 希望相嘴嘛 對不對 那我覺得以我一個女性的身分 就算是聽到友誌在那邊講 我都會覺得哇 打得到你嗎 有打到我 你男生不懂女生 我覺得女生我們所謂的幻想 the fantasy當中 明明知道這是對我們是遙不可及的 因為大家畢竟在日常生活當中 都是身景小明嘛 對不對 碰到的男生也都是 可能是凡夫數字 生斗小明 生斗小明 是景小明 我今天怎麼會這樣 我今天很不受歡迎 好 沒關係 好 沒關係 好 當然我們發現說 跟我們對話的這個人 他竟然是他的身分跟地位 是我們在平常生活當中 無法觸及到的 那個時候你的內心真的會頂澎湃 然後會希望說 不管你的理智告訴你說 這可能是假的 你還是想去讀讀看 比方說什麼東西 對你們是有夢幻的魅力 我覺得比如說那個 那打動你的是那個MS的那個大頭貼 跟流浪的王子這幾個字 還是他的故事 我覺得是他的整個故事 那是個package 他整個包裝下來 告訴你說我是王室貴族 對不對 然後今天我落難了 不管你以為那些昌明公司 推出了新人 一推出來只有照片 封面一個標題而已 就讓你買 你覺得為什麼 他一定要有個故事 就是這個定位 是為了你量身定做 是為了打動你的 所以說其實像在台灣 比方說什麼東西 他可以打動我們 譬如說 譬如說這個主角 是一個譬如說帥 但是很可憐 他就可以打動你 憂鬱小聲 就是先把那些 想要照顧他人 先把他吸過來 就是他有定位 對 沒錯 就是讓我想到說 有些台灣企業 他不是說 他後面有一個什麼 很鄉土的故事 譬如說這個媽媽 他的一個手傳的一個 家傳的一個什麼秘方 對不對 然後他含辛茹苦的 把孩子講 養活了 最佳人 我們就會很去 去買這個整個故事 所以我會認為說 當他說他是個王子 哇 這個身分如此高貴 落難 肯定是沒有吃過苦 還落難 我就會覺得說 也許我今天 我可以幫到他什麼 而且我幫到他以後 我這個錢一匯過去 我的生活立刻就是 麻雀變鳳凰 你不覺得這整個故事 就覺得哇 沒有沒有 不是 你知道 會做夢的女生 她的夢 為什麼做那麼紮實 有個關鍵 就是譬如說 我可以幫助你 你是王子落難了 我會兩百萬給你 你知道他心態不是 是什麼心態嗎 他心態是 這兩百萬給你 我是不要你還的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這樣夢才會做得紮實 因為如果我要你還 我又陷在一個現實 跟你在那邊對抗 拉扯 猶豫的感覺 對 我就是把它做滿 做做滿了就說 我就是在幫你的 你就值得我這樣子 這不是借貸 不是 就是他心裡 所以我如果要 我要讓你借劇就落了 不是不是 我會 比如說 我就像跟你落 練借劇 我心裡也會覺得說 有可能會被騙 可是重點不是 重點 我已經愛上你這個故事了 我心甘情願被騙 為了在這個被騙的過程裡 我不要有痛苦 我就把它做得更滿 我就會告訴自己 甚至告訴朋友說 這個錢我沒有要還 我覺得他故事太感人了 那阿德是不幸福的人妻才會嗎 不不不 我覺得就是掉進一個幻想的黑洞 就會變成這樣 他生活本來也很好 任何人都可能會掉進 幻想的那個黑洞 這黑洞從什麼開始 一定從一個故事開始的 其實有一個故事 哇一看了 你看你看你每天看新聞 為什麼有些新聞 就覺得給他按讚 立刻分享 然後跟他一起生氣 為什麼 有些就是會打動你 他就是 你就是被這樣的事情打動了 所以任何人 只要有那個黑洞 被打動了 就有這個危險